經過連續五天的激戰後 IBAF世界少棒錦標賽 利用23號的休賓日 讓小球員前往動物園參觀 好好放鬆一下緊繃的心情 不過對各國教練團來說 休賓日只是讓小朋友鬆口氣 自己可千萬不能放鬆 其中中華隊總教練劉瑞成 在放手讓球員去玩的同時 也不忘觀察其他球隊 坦言B組的美國和委內瑞拉 這一次狀況比想像中好很多 副賽如果碰上的話 可得繃緊神經 五獨有偶 這一次預賽 唯一擊敗中華隊 目前五戰全勝 獨具A組龍頭的日本隊教練 也點名美國和委內瑞拉 表示奪冠之路上 就這兩支球隊最具危險性 雖然教練們憂心忡忡 不過今天畢竟是休賓日嘛 看到大家在動物園裡東奔西跑 這麼嚴肅的話題 還是先放在心裡就好 讓小朋友享受一天的假期 好好充個電 球賽的事情 等到比賽開打後再來研究吧 來體育新聞黃瑞虹 邵瑞峰採訪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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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